前J2台主持文仲南 星期六晚上10時 在她個人IG公布了一個沉重消息 說當大家看到這篇文章時 她已離開人世 中年29歲 文仲南在去年確診罕見癌症 之後全面停工和積極接受治療 可惜病情反覆 她在遺言中透露 6月22日已發覺她下半身癱瘓 需要緊急入院治療 直到上星期三 她寫下這篇文章時 病情已愈來愈嚴重 醫生與她商量再做康復治療都沒用 只能選擇舒緩性治療 至於她一直沒有向外界透露自己的病情 是因為未有勇氣接受這個變化 文仲南在今年3月接受我們專訪時 言談間一直表現堅強 但一提到家人 她就幾次留下男兒女 因為自己沒有工作 還要媽媽照顧 對媽媽也非常愧疚 文仲南最後在遺言中提到 在人生最後一段路程 非常感謝親友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和關心 令她感到無比的幸福